被副歌的那个部分击中 所以一直也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去表达一下吧 让谁去改变了你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 会有人全心地爱你 这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 随便你们给我提 第一次的声音三 第四期没有周深的表演舞台 有点失望 不过周深是常驻嘉宾 每一期都会在 第四期是每个音乐合伙人 都有一次舞台轮空 只是没有表演歌曲 但对歌曲的点评还是有的 只要他出现在节目里 就会准时收看 玫瑰少年又一次火了 周深这次和盖演唱的这个版本 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追捧的版本 在节目播出后的这段时间里 玫瑰少年很快地上了各大热搜 这种数据可能只有周深的改编 才能做到了 曾结合时天赐的声音 前度梦想的声音 凭借每一期 林俊杰的改编不断上热搜 那个时候 林俊杰成就了整个梦想的声音 梦想的声音也成就了林俊杰 梦想的声音算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平台 收视率也杠杠的 转型成为天赐的声音之后 收视率明显下滑了 就这样不温不火地播出了两季 到了第三季 天赐的声音请来了周深和盖 让音乐变得更加有可能性 也让音乐的多元化完全的呈现在了舞台上 某平台统计出来的数据 周深盖玫瑰少年爆发力太强了 成为某视频平台的热搜第一名 这一次天赐的声音终于不再是凭借毒蛇 顶态声骂哭了谁或者是新歌手 点评老歌手等这种非音乐作品的热点而上热搜了 可见周深一来音乐作品的热搜都多了很多 目前在某音乐播放平台的数据 这几天基本都在热门搜索上 能够看到玫瑰少年四个字 截至目前发文为止 标声榜流行指数排行榜都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就连五月天的玫瑰少年都紧跟着被带火了 其实原来的玫瑰少年还是蔡依林的更好听 玫瑰少年在全站的标声排名排到了第三名 这个数据是很难被超越的 所以很多人都评价 天赐的声音3第三期 是目前天赐的舞台上最棒的一次 周深和盖这一次的玫瑰少年的改编 也成了天赐的声音舞台上 所有改编歌曲里面最红的一首 玫瑰少年这首歌 昨日飙升榜Top1 今天流行指数排行榜Top1 在过去24小时内 有369万人在线播出了周深的歌曲 不仅仅是QQ音乐平台数据喜人 在YouTube上面有网友统计了数据 周深盖的玫瑰少年播放数据超过了其他歌曲10倍有余 两日的收听数据分别是39.5万46.5万 其他歌曲的收听数据都是1到3万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歌曲是周深和盖一起演唱的 如果周深换一个搭档 是否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如果是张绍涵和周深合作 玫瑰少年是否会有这样的预期呢 现场会有这种大型落泪的场景出现吗 所以还好是盖和周深合唱了这首歌曲 盖对于玫瑰少年贡献出来的rap的改编 让周深能够在歌曲中间首秀rap 也是给歌曲上了点睛一笔 这第三季天赐的声音 请来的两位新的音乐合伙人 终于让天赐的声音有了能打的歌曲 感谢周深 感谢盖 你们认为 如果周深换一个搭档合作 玫瑰少年又会有哪些可能性呢 此外 不仅周深给力 周深的粉丝也当仁不让 在昨日发起的向校园霸凌说不的捐款活动中 已有11,670人参加 共筹善款15.76万 目前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这就是偶像和粉丝最好的关系 共同努力 互相守护 一起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到点了 我现在好困 我而言 我最后发现 轻松出来 我们去了 自己35分钟 我们现在就是 一口饭子的时候 就不睡了 还是有时候我还可以 心中爱自己才发现